如果今天不當廚師 可能會去當運動員吧 我從小就很好動 參加過躲避球隊、籃球隊 熱愛參加這種競爭類型的比賽 但礙於成長的過程 自己已經比不上同期的男生高壯 加上自己不服輸的個性 可以果斷放棄有這項職業 到後來接觸到廚房 發現廚房跟運動比賽非常的相似 因為你需要動手、動腳、花費體力 甚至腦力 慢慢的也愛上這個職業 現在想想 好像當上廚師這個職業 都是有軌跡一樣的 以前一步一步小小的選擇 都成了現在的我 大家好我是Zack 我畢業於澳洲的 Tasmania的Dressdale TAF 那我先後在澳洲工作大概約三年 那結束後我在英國先後也工作約兩年 所以總共大概五年多的時間 那我回國的時候 我自己開設了一間小型的西班牙參酒館 叫Zack's Kitchen 在這個期間我接觸到遊戲局職的員工 那他們先後介紹我來到浦局島做私處這個項目 那目前我在浦局島服務三年多 那相信在浦局島的同仁 大概都有吃過我做的料理 一開始我是想去就是做西餐的文化 那可能覺得需要具有最基礎的英文啊 然後去了解人家西方人的廚房是怎麼去運作的 我是朝這個方向去前進 那當然前提一開始我的英文能力不是很足夠 所以我花了蠻多時間在學習英文這一塊 英文念完之後我銜接上去他們學期開始 所以是蠻剛好 所以我才開始去讀這一塊 就學期間我還是找了其他相關工作 那找工作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開始英文說實在不是很好 所以我是一間一間的餐廳 我用地履歷的方式 然後沒有人的時候 我還把履歷塞在他門底下 然後到最後就有一間西班牙的酒館 然後找到我願意讓我進去開始做 從廚住開始的工作這樣子 那也是對我幫助最多的一個餐廳 因為我從裡面理解到很多事情 那我也在裡面當了半年的甜點的廚師 一開始在台灣很多西餐師傅是拒絕做甜點 但是我到國外我才發覺其實每個西餐師傅 做到主廚這個位置 他們對甜點都有一定的概念跟基本認知 甚至每個主廚都是在某某餐廳擔任過甜點主廚 當過兩年三年這樣子 然後後面才爬生做其他主廚 所以我覺得到了國外才發覺好像不行 這樣子因為我也得去進步甜點這個空間 那後來我在澳洲 在TAPAS的餐廳他們也是做甜點 他們也是比較簡單的 那我就從那邊開始訓練起 所以導致後面主廚還叫我一個禮拜 開發出五道不一樣的甜點 我想說我就一個亞洲人 連食譜可能都看不太懂 所以到後來我還是有盡力去做 那後來我做出一個酪梨馬卡龍 我做出來蠻驕傲的 主廚說哇真的蠻厲害的 那我們的餐廳外面就一個Pastry Shop 所以我們會做一些美日的甜點放外面去賣 然後我說太好這個馬卡龍這麼成功 明天就可以拍賣 結果明天一去那個酪梨全部黑掉 所有的馬卡龍全部都是黑的 所以這變成說中間就學習到說 原來酪梨會黑掉 那酪梨去黑掉 後面我往往也沒研發出 怎麼去讓他不黑 就主廚也說這個可能沒辦法去讓他不黑 階段性目標 想去做行腳節目的主持人 對因為我看了蠻多那個蠻有趣的 像是Anthony Bodine 然後Rick Stern 這些都是那種在TLC上面會看到那種 我想要當這樣的 但是這次變成需要一個空 舞台去找這個發展的空間 然後跟訓練自己對話的內容 因為常常吃蛇 所以變成這個可能需要一個機運吧 我覺得這不是說你要去做就去做 剛剛之前有訪談過有說過 我覺得組織能力是最重要的 組織能力夠好 所以你做的事情速度也會加快很多 什麼事情先做什麼事情後做 那什麼事情做完需要等待 那等待中間你又可以先去做什麼 但我相對像很多線上廚師都可能很有才能 去發揮那些創作的料理 但是其實在創作這些料理的背後 你有很多人是在幫你做這些事情 你可能怎麼基礎的醬汁人家都幫你做好 所以連備料也是需要去組織的 所以你可能把這些料備完 你前面的廚師才能夠去揮灑它所有的東西 所以廚房我覺得是分工很重要的地方 其實應該說蠻幸運的 可以找到一個符合自己理想的工作 然後也有老闆支持你 然後另外一方面來到浦局島 也有Harry、Karen他們在這邊 就是支持了整個浦局島去 可以經營我們私途這一塊 特別是來到浦局島這邊 我每個禮拜都可以做不一樣的菜色 不像我另外一邊的餐廳 因為另外一邊有營運的顧慮 所以我可能給固定一季的菜色 或者是抓這些 可以進這些貨 然後想辦法要把這些貨給消掉 但是在浦局島這邊沒有這個壓力 所以我在浦局島可以盡情的創作 那我們創作完 每個禮拜都有不一樣的菜單 那我們去如何去思考去操作 那這中間得到很大的進步跟樂趣吧 所以其實我也蠻想要去做他們那個晚宴的料理 因為這次有人主動去說要做 所以我就沒有去做 想試看看可以跟其他廚師做出不一樣的什麼東西 因為我覺得每個廚師的個性都不一樣 那可以去理解他做事的想法 或者是從他身上學習到不同的事情的東西 這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不然的話目前都是我自己一個人在摸索 我覺得自己一個人去摸索 有點局限 變成有點單槍匹馬 對 這是目前的狀況 所以想要去做普局的晚宴 可能從其他廚師身上得到的靈感或是啟發 我記得他罵過最嚴重的是說 他說要不是我不會說中文 不然我就用中文罵你 這是我覺得最嚴重的事情 他當下已經標很多英文的髒話 那我其實應該說當下我英文也沒有那麼好 所以其實我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但他講這句話我真的是永遠都記得 他用英文講 所以我這句話我永遠都記得 我就想要去把這件事給解決 一開始可能是我自己是個性級的人 再加上我不服輸的個性 所以我覺得我遇到事情應該要馬上去解決 那個主廚算是對我的啟蒙導師吧 因為我沒有在一個廚房那麼認真被對待過 應該像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是每個廚師必經的路程 因為有了這一段你的成長速度才會是超級快 但如果人生沒有經過這一段 我可能現在還在打混魔語吧 可能想說隨便做錯也過也沒有人在念你罵你這樣之類的 所以那個主廚的職業生涯算是蠻重要的一級 一個澳洲級主廚 在國外的主廚我覺得可能是他個性比較低 但我覺得絕大部分你都是會罵人 當你當下就去接受他去處理他 那他下了班他也是跟大家一樣是朋友 因為被罵可能不只我 我的隔壁的爐台的師父 前面沙拉台的師父 每個都被人罵到不行 特別是他們也聽得懂英文 我還聽不懂英文 所以我還有一點好處 收工結束後他還是很開心的端著四杯啤酒 感謝大家今天的工作啊 辛苦了什麼的 然後就喝啤酒跟大家聊天這樣 所以在這兩個月我都是這樣子在度過 算過得戰戰兢兢啊 但是我也蠻享受在其中生活 這是我應該算是職業生涯中 在廚房體驗最多的一段時間 然後一直到我要離開澳洲 要回到國子的時候 我們的主廚也在我離開前集合了大家 然後拿出他們一起合資買的一把禮物 就是一把廚房的器材 然後好像可能要澳幣四五百塊吧 然後上面還有刻著我的名字 以及他整個廚房團隊 就是這間餐廳的名字 然後跟我Safe farewell 就是再見離別這樣的概念 所以當下其實蠻感動的 所以這段期間 算是我職業生涯蠻重要的一個時段 後來我就把這把刀類似的概念 試在這手上 紀念這廚師生涯最重要的一段時間 一直到現在